假设ABCD四个点 然后给你坐标 只是呢它的坐标里面有的有位置数 那给我们一个条件 AB向量等于CD向量 然后呢我们要求AC向量的长度 还有X加Y 所以呢 第一件事情一定就是要求AB向量跟CD向量咯 好来AB向量 后面的减前面的 所以用B去减A的 3减1是2 再来X减-2就变X加2了 好那CD呢用D去减C 所以Y减6 还有1减5就是-4 好那题目说了这两个相量相等 所以X分量2就会等于Y减6 X加2呢会等于-4 所以我们就知道X的话呢等于-6 Y的话呢就等于8 好所以第二小题就先做咯 来X加Y就等于-2 好那第一小题呢 AC向量的长度 所以来AC向量我们先求出来 所以我们用C去减A 6减1是5 Y分量呢5减-2 所以是7 好那长度怎么求 对把X分量平方 平方 所以5的平方 加上Y分量7的平方 加起来之后开根号 所以加起来之后就是74 开根号 好所以AC的长度 AC向量的长度就是根号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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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4 5 7